行政执行法第48条 查封时如债务人不在场 因命其家属或黎幼之友辨别事理能力者到场 到当天长冲笔录记载 我们有张贴封条 并且经过了在场的冤禁 然后索架 然后移送机关的代理人 地震机关 还有就是我们的书记官 然后甚至是我们有 就是有请一个邻居 在场就是帮我们签名 所以我们上面是有张贴封条 一切都是以笔录为准 宜兰执行局 以前训严长达事业十六 然后第二个点 他说查封法 符合法并诚信 他有警员 所教 出机关 地震人员 跟邻居等在场签名 那意思就是说 邻居 邻居 的名字 应该叫做 吉利先 然后笔录里头很简 就是说 既行恶淫居表示 欲募人就基督在这 那么问一下邻居长 邻居长 那邻居长 对他们家被刷风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那他说有推荒调 那为什么要查风开卖 没有跟邻居长 跟邻居长 这邻居长 邻居长 又这么近 邻居家 五分钟就 在一百公尺左右就知道 这么近 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有没有通知邻居长 都没有 那这鬼啊 通常说 执行里头 会通知邻居 邻居就是 邻居长 他们找一个没有代表性的 洗衣宣 那这个人 没有代表性啊 那你没有人认识他吗 你 这个宜兰居 讲清楚 说明 到底 洗衣宣是不是 明治临附近的 邻居 他的身份是谁 我们大家 前银来 搜寻这个 因为这是关键 之前那个提观 是邻居 因为 法国说 这个洗衣宣 是零雞啦 然后后来又说不是 又说是不动产估价师的职言 是不是你的职言 行政执行署说你是零雞 不晓得 我们怎么知道他怎么讲 你是零雞 我不要到早点 我都说 如果起义间不是零雞 这个是公务的人不实登场 因为我们那些确实有问题 对 因为在场人都有钱 那难道说他们是伪造文书吗 难道说他们是伪造文书吗 请问洪景明非署长 贺玉伦执行官 起义圈就不是邻居 为何你们应傲视邻居 行政执行署 你们难道不是伪造文书吗